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是这个茉莉 茉莉开的花很好看 是那种纯白色的 看得很舒服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花香味也十足 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那种甜香味 现在种上一颗的话 夏天你的阳台就飘满了茉莉花香 这个花不仅闻着香 而且还可以拿来泡茶做饼吃哦 另外它还很好养 很耐赛 夏天越赛 开的花越爆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茉莉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大部分的花盆都可以来种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珠型是稍微高一点的 所以最好用深一点的盆来种 大小的话就要看这个植株的大小来选择 像我的这个它还比较小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一家人的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茉莉它喜欢这种肥沃 疏松透气排水信号的酸性土壤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 三份田园土 加两份合撒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酸性土种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茉莉取出来 看看这大白梗 哇 这个土不会太那种太粘重太缓节的 可以直接种下去 继续加肥 稍微给它提一提拍一盆 继续加肥 继续加肥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就可以搬去缓苗了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可以